那習近平現在這一次做主要的目的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目的 為了所謂的黨中央政治安全 他就得這麼大量的高校在這個地方 只要風吹草動還會形成像89年那樣 一個風氣輪湧的這樣一個學潮 所以他要把知識分子 把高校 把學生 把這樣一個人口 幾十萬的遷到這個熊岸 緩解這個首都的這樣一個政治壓力 基礎人口它主要還是一個經濟上面 它一個觀感 它叫做首都 所謂的首善之出 必須高達上 這一次搬遷的這些人口是北京的精英 這些精英 這些高校 大量不到底在招生 會給他們帶來一部安全感 所以它是從這樣一個角度來 創造一個所謂的副首都 來把這些人口搜解出去 這是它的一個政治動機 這個政治因素一旦確立之後 他們就會無作手段的 通過政治高壓來推動這個行為 現在的問題是兩邊都不能失敗 這邊的高校的教師 他們在這邊生活了一輩子幾代人 他們不可能讓自己的生活失敗 而中共不能讓自己的面子 不能讓自己的政治失敗 所以現在是在一種博弈過程中 最好的方式 還是一個那邊造一個大學 把很多新的學生招收進去 這邊的教授挪耳去上課 然後黨員、團員搬到那兒去 把雄安搞成一個社會主義之城 主要都是黨員或團員在那兒 其他的政治落後的人 或者什麼都放在首都進行看管起來 這樣可能會是一個方案 嗯